有没有丢过孩子 我丢过 看见了 现在了 然后我一直问我 大女儿了 我说大女儿 然后就转过去看 女儿站在那边 跟一个叔叔说 我妈妈在那边 然后有一句又在迪士尼 这回丢的是谁 也是大女儿 老实在 女儿爷 命运多喘了 我想问你 你这辈子发生过的 除了丢手机以外 你丢过最离谱的是什么 有没有丢过孩子 我丢过 你丢过孩子 丢过孩子 我带他去澳门玩 然后我抱住那个小的 爸爸妈妈 婆婆爷爷 还有我老公都在 我就想 我姨应该在看着他 要不就是婆婆爷爷在看 然后我们要坐激情车 先切了 先切了 然后我姨就问我 大女儿了 我说大女儿 她在婆婆爷爷里边切吧 然后她就很 我的衣衣很好 就走过去看 没有 然后我们那个切也没有 然后我们就转过去看 女儿站在那边 跟一个叔叔说 我妈妈在那边 妈妈 那时候她几岁 才两岁 差不多两岁 天哪 对 很可怕 对 很可怕 然后有一次又在迪士尼 丢两次 这 这 这 你等我问一下 这球这回丢的是谁 也是大女儿 我老实看 大女儿也命运多喘了吧 我的天哪 你现在很容易造成老二成老大了 我 不会 就是啊 走开 也是这样 我们在拍照 然后我也推着我的小女儿 我拍完了 我们还进去这个小小世界了 然后一进去了 在排队的时候 你大的呢 然后 然后我老公说 不是你在看吗 我说 我去把这子拍 我看呀 我怎么可能看呢 然后我们一爬出去 他 他很乖 他站在那里面 哎 然后我们 我天哪 你当女儿真是个天使 他当时候也是两岁多 两岁多也太难了 这一年 哎呦 我天哪